看看新闻网 怎么样 刚才已经提到了11月13号这个日子 这个看似普通的日子其实要被这个娱乐圈载入史册了 因为呢 这天连续有超过十对的恋情和婚讯连续传出 那昨天成为了史上最有爱的日子 不过呢 这一股脑的这个所谓的一对一对的啊 我们其实真的分得清 哪些是真爱 哪些是玩笑 哪些会是假新闻吗 我们来看看 不过要问1113到底是个什么好日子 小编也说不出个ABCD来 不过总的来说 大概就是一架曲吧 处其自然吧 要看个缘分吧 不是说想就想的 第一对相差十七岁的吴启龙和刘诗诗 第二对相差十二岁的刘凯威 杨幂 我是说 我是说我喜欢你 第三对相差一岁的姐弟恋蒋星和叶祖星 终于脱离了光棍节 是不是有对相了吗 对 是的 第四对 乔振宇 王浅一 这一夜过去娱乐圈的粉红空气并未散去 一大早的喜讯又接连传来 张振轩不和女助理 庄文如结婚了 主演赵薇 导演志青春 而被大家熟悉的杨子珊也公开 与台湾地区男演员吴中森的恋情 单身多年的小S曾宝一前男友黄子娇 也被传出恋上小19岁的女朋友孟耿如 正是在《我可能不会爱你》里面的李大人的妹妹 大人妹 这节奏 要在24小时之内收集到七对明星情侣也太容易了吧 大小明星们还不消停 吴应杰先是山寨了一条杨幂口气的告白微博 事情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也珍惜着对方 直到这条微博被转发过两万 说到无数祝福的吴应杰才发现事情好像闹大了 连忙补上更多照片 表示这其实是剧照 叫住赶紧扑倒女神吧 黄小明的生日微博 李冰冰这么添油掐错的一转发 害大家又以为他和baby好事将近 最乌龙当属十三爷袁红的微博 竟然直至有人订婚 一个女神订婚了 一个女神公开了 男神四哥要给我介绍对象 还有一个女神扬言要在微信里把我拉黑 好吧我承认我是公开订婚的那个 怎样告诉你 你要再在朋友圈发闪光弹 我就拉黑你 正在鱼器们忙着播电话求证的时候 王洛丹秒删了这条微博 直到隔天才澄清自己并没有订婚 表白日当愚人节过了 我们调题了 表白日 虽然王洛丹跟大家开了个玩笑 但这个表白日定义得很到位啊 正是明星们在1113这个平淡无奇的日子 纷纷勇敢告白 光棍节的余威立刻被秒杀 说不定从此以后 11月13日就成了新人们 扎堆结婚登记的好日子 新闻下线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